第八件第九次 那重点大概有几个 不外乎就是说 我们上个礼拜最重要就是一个资料形态 这个资料形态的话也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也许目前用不到 但是未来可能如果你在做资料交换 比如说你跟客户端 或者跟你的上游厂商 或者是说一些人家提供给你资料的话 也许慢慢就会用所谓的Json的这种资料形态 这种资料形态或者有的叫API 或者是一个像Open Database 其实也会用类似这种这种Json的格式 那它的架构基本上是大瓜糊 然后里面可能有Key跟Value 那将来当然我的个习惯是 为了方便处理转成串列 所以我会怎么样取得它的Value Value的部分 那因为Key的话都是栏位名称 因为栏位名称自己再加上去 就以Sale你自己再把它加上去不就OK了 所以把Value装回来之后再转成串列 转成串列之后用串列的方式处理 这样子的话就简单的 OK 那当然Json这个格式非常复杂 为什么 因为每个都长不一样 所以我上海提供一个工具给各位 就JsonEdit 即便你可以看得懂 但是我觉得不要那么累好了 OK 所以以前我会很很辛苦的 把它从头找到我要的Key 然后再找到我的Value 可是我后来发现好像也不用了 直接把它CtrlA有没有 然后再CtrlC CtrlV贴到那个什么JsonEdit 然后因为它会转成一个Tree的架构 树状结构 然后你就在把你要的Key找到之后 把那个Key填到那个什么 你的那个地方 有没有 你就Get取得你那个Key的位置 那后面的Value就全部取回来了 那你就可以再针对那个Value的部分 去做后续的处理 这样相对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包含就是你要把它转成CSV OK 那因为CSV好处是直接Excel可以打开 那如果你用Json的话 那当然很多人是没办法处理的 虽然说最新的版本Excel里面有那个叫Pow Query Pow Query是可以处理Json的 但是前提是 你要买到最新版的Excel OK 如果你2016以前的是没有 OK 那2016以后的才有Pow Query OK Pow Query的话是可以把Json的档案汇入 但是问题也没那么简单 他汇入还要做很多设定 我觉得好像弄了弄去 概念跟我们之前做的差不多 只是他有提供一些图形化的功能 你可以用点点选 但是他功能有都藏在里面 如果你用不习惯 其实也不见得非常的好用 那个Pow Query其实Esser里面有 那像Pow Bi也有 OK 所以Pow Bi其实也可以处理这些东西 那Pow Bi我觉得 优点是他可以做一些视觉化成员 那缺点他没有一些客制化的城市开发的环境 他自己有那个公司叫DX 可是DX也是公司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处理太复杂的资料处理 是可以但是很麻烦 OK 所以有时候呢 倒不如你在Python处理完 再丢给Pow Bi去做后续的 因为他的强项在后面 那我们可以前面的部分怎么样 用Python先做 然后把它存在Esser 然后再丢给Pow Bi 他就自动跑出我们要视觉化的Dashboard 这样我觉得可以用接力的方式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做什么呢 把它存在Esser OK 存Esser我们已经做了很多 所以这个应该蛮熟的 还记得那个范本 那三行固定 就是用那个OpenPyExcel 然后WorkBook 工作簿 然后再工作表 那工作表里面呢 就Append进去 那Append里面一定要是串列 只要你能够是一个一个串列 你就跑个回圈 就可以把所有的串列 通通丢到Esser 最后把它Save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OpenPyExcel 这个地方应该算是 还蛮简便的啦 OK 所以你把那个范本记一下 以后至少你学完这个课程之后 至少你一定要会的就是 如何把外部资料 快速的P4存成Esser 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OK 所以你们回去可以多做一些练习 像上个礼拜那个P2.5 最后我们是把它存成什么 存成Esser 那另外的话呢 最后我们又延续上上礼拜 我们好像画了折线图 也画了圆形图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上礼拜又多了一个直条图了 有没有 那因为我们有1000 好像1000个测诊 999个测诊 太多了 我们好像最后只取前10个啦 那你就把它画成直条图 这样很快就可以把这个资料给呈现出来 OK 那另外我们好像有在练习另外一个 也是Jackson的那个什么 那个 台湾那个各乡镇市区人口密度的一个Jackson档案 OK那一样啦 反正 所以我建议在那个开放资料里面有15000多个吧 你们自己挑自己有兴趣的把它练习看看 如果你再多练习几个 其实好像差不多 那表示你将来 要能够下载Jackson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最后能够把它存成Excel 那并且绘制成图表显示出来 哇那这样的话理论上 我是觉得这样已经算是 这期课程未来应该已经达标了 如果你这些都可以做出来的话 而且蛮具体的 不会说好像上完课还是写不出东西来 OK 那最后的话呢 今天我们上一拜有讲到HTML 所以后面最后两次课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把那个重点 放在如何爬那个网页资料 那当然这也是最难的 为什么 因为网页上面的标签太多了 OK 一堆一堆这个标签 那你必须要知道你要抓的资料放在哪个标签里面 那你就把那个标签里面的资料取回来 有没有 你可以就 比如说一样 网页资料我想要把它存成Excel 有没有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以前如果你不会 你就是变成要选起来Ctrl-C Ctrl-V 有没有 那当然如果他页数多的话 你变成一直要Ctrl-C Ctrl-V 对然后呢明天又更新了 然后你有Ctrl-C Ctrl-V 他很浪费时间 可是如果你懂得一些简单的爬虫 这些事情就简单了 那他最主要就可以直接帮你把网页资料 网页上资料直接快速存成 Ctrl-C Ctrl-V 或者是Excel OK 所以呢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一样 在云端白板上面 找到一样0604 这个单元 那首先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了 这个单元的话呢 会多需要用一个套件叫BeautifulSoup 上个礼拜我们有预告一下 这个BeautifulSoup 其实它的功能蛮多的 可是我是觉得很多功能有点重复 所以呢我觉得 你们主要学会大概两个方法 其实就可以 大部分的工作应该就够了 好像刚才有讲过 第一个方法叫Find Find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要的资料他只有一个 那你用Find 或者是第一个也可以啦 就是只有一个 或者是第一个 那就用Find 那如果你多个的话呢 他另外一个方法 叫Find底线All 库名思义嘛 就是你要找的资料 不止一个 那你就是用Find底线All 这个后面我们会举一些详细的例子 让大家知道 但是各位讲 这个标签真的是蛮复杂的 因为第一个 如果你以前有学过网页编辑 那个网页编辑不是用最后一文那种 是你要自己用HTML写的话 那当然应该OK啦 像我们有资深的同学应该 因为连ASP都写过 那应该会啦 因为最早那个 我记得刚开始大概1999 我在那时候刚HDL刚出来的时候 哇那时候也是跟AI有点对峙 那时候大家都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帮大家写一个HTML网页喔 哇那时候还可以赚5000块 就那个里面就是写原始码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编辑系的时候 大家就都不会嘛 你只要弄一个网页出来 哇觉得这什么东西啊 哇觉得好厉害喔 那时候就刚开始那平宽不够嘛 因为那时候用数据去播接嘛 那时候怎么14.4K嘛 有没有14点 现在不是用Mail 那是14.4K喔 那很难想象的 因为那只能抓文字资料 所以那时候写个简单网页 哇那不得了 上面再放个图 哇那就不得了了 那个年代 哇大概多久一年 二十几年前是这样的 可是你看现在谁会满足这样的 所以慢慢其实工具会不断改变 就像现在AI一样嘛 你现在看AI感觉好像 我现在已经AI已经还算蛮厉害的 可是再过个几年应该会更厉害 厉害的程度 很难想象吧 所以应该你们没有经历过 那个什么叫数据机吧 应该数据机 如果你知道数据机 这个名词的话 表示你应该年纪蛮大的 那个数据就以前 后来有ABS都应该知道 现在都光签吧 对不对 那以前的话 在之前 对对就是用电话线 那在更早之前是直接用那个 电话 然后还要播接 你要上网不像那个 现在是随时连线 那你播接还用电话 然后还要付费 你就要付两个费用 一个是电话费 然后一个是数据费 数据费也是要算那个频宽的 OK 那它慢慢演变 就像现在AI可能 现在没那么厉害 可是可能演变下来 它厉害力 如果以这样算下来 应该会千倍万倍的 OK那很难想象 以后没办法想象 而且以前还是有限的 后来没有办法想象说 还可以用2G 刚才用2G上网还是很慢 3G就有点快一点点 但是还是很慢 4G就已经蛮快的了 因为4G 我随便测一下 在那个北车 都可以不要到200多 随便用个软体 不要200多M最快 两三百M是算正常的 那5G的话 理论上可以到 那个1T 实际上 但是理论上 还要看那个设备商 他们有没有在那边有装置 OK 可是稳定性 目前还是4G 真的是太稳定了 所以像我家里本来是搭光线 后来我把光线弄 直接换一个门号 就是直接就 那个门号就专门上网 OK 我是觉得也蛮好 而且其实费用也不贵嘛 现在吃到饱也没多少钱 对 我觉得还蛮稳定的 只是说你可能要知道那个方位吧 比如说你可能要知道 你家里 离基地台最接 而且中间不能阻挡 我就找一个地方把它放 那个速度都可以 现在接近大概100M以上了吧 OK 那上传应该都有50M以上 OK 我觉得这样可以 我可以满满满 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个 有限给退掉了 因为我觉得已经够用了 而且价格又便宜 对 OK 这样也 而且有时候出门啊 如果家也没人 我还可以把那个带出去 还可以 大家一起共用 多好你看 所以其实未来的改变值应该蛮大 AI其实跟那个以前大概20几年你要变化 很难想象 那主要原因大概很简单啊 因为所有的资源都丢给他了 而且他赚最多嘛 大家都愿意投资他嘛 所以他一堆钱也不知道怎么花 对不对 OK 所以你会发现很有钱的公司 真的都乱花钱 不是有都乱 很敢花钱 不是乱花钱 因为敢投资 买都买最新的 最贵的他也可以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主要就是 利用这个BeautifulSoup 所以首先你第一必要确定说 你也没有安装这个BeautifulSoup 如果待会没有的话 那一样要安装 OK 我们等一下再确定 如果没有的话 那安装的方式跟之前 那个安装的方法差不多 那再来的话呢 可能你要需要知道HTML跟CSS 但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底下有个简单的电子书 我想你至少要知道 什么叫标签 那这边的话底下就是 主要是这个啦 这个标签 反正一定是小一幅开头 后面就是标签嘛 那结束的地方就是一个斜线嘛 那主要我们要抓的是这个Content 就它里面的资料 OK 然后呢 这一整个叫Element 那这个是头 这个是尾嘛 一个Open 那反正就是一个标Tag的一个概念 那 其实我是觉得 我们目前需要的大概 如果你要抓表格的话 那就Table嘛 OK 然后里面的话就TR嘛 TR就是TableRaw 一列嘛 然后TD就储存格 所以后面我会再跟各位讲 其他这些我想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比如它有属性 它有一些相关的 像Class它也是它的属性 那我们除了可以用标签之外 也可以用Class 去抓到你要的资料 所以Class名称不见得都一样 那它算是它的特征 所以可以藉由特征抓到你想抓的资料 所以底下的话我们取一些实际案例好了 底下的话呢 我有一个范例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在第二个地方有一个范例 请各位 这个有一个HTML的一个简单的网页范例 那一个网页的架构一定是HTML开头 结束在 它的资料一定在Body 所以你可以看到Body到Body 那如果假设这个原始码里面有没有 有总共有HoloWord 那P的话是一个段落 它有HoloWord123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可以呢 把HoloWord123通通抓下来Print出去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那底下的话呢 我们有个练习 那当然我刚刚有提到 主要两个方法 一个Find 一个Find All 因为我要的是HoloWord123 所以应该是Find All 如果你只要HoloWord1的话 那用Find就OK 那另外还有一点 如果你用Find All 因为它多个 所以回来是一个串列 Retain是一个串列 那如果Find的话呢 回来它就是文字 OK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清楚 好 那底下的话呢 如果假设啦 有这个需求 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把HoloWord123呢 全部取回来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这是第一个题目啦 当然你未来也可以延伸 如果要 只要HoloWord1 或只要HoloWord2 或者只要HoloWord3 那应该怎么做 你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那首先的话呢 解答在底下啦 OK 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先做一件事 一样先在Spider先开一个空白的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干脆直接把云端白板上面的一个解答 第三页这边 解答下方这边 从解答一直到 到这里吧 这个红字的上面 把它先Ctrl-C好了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把它理论上这一样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所有的 有没有 HoloWord123 也不过多一个HoloWord1 好 那首先的话呢 这个范例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的话 我如果要HoloWord123全部的话 那我这边是用Find all 所以这个应该是不用 不用不理这 OK 那你们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HDML文字 它实际上就是 我假设我已经把那个原始码 通通抓下来 那因为我不要直接用那个 就是现在的网站上面的网页 因为没有太复杂了 随便都是1000多页 1000多行的那个原始码 太多了 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先简化一下 那我首先的话呢 我在HTM 在HTM等于后面的话 那你只要三个双以后 三个双以后结束 表示这一串 就是一个连续的字串 OK 那我就把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利用BeautifulSoup 所以如果你假设呢 要取用BeautifulSoup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引用Import的方式 把BeautifulSoup引进来 FromBS4 这个模组里面 我要取得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首先它主要就是 帮你解析原始码 所以我们 这个BeautifulSoup 后面呢 就给两个参数 分别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把这个原始码 给直接放进来 OK 所以注意哦 这个是一个文字 有没有 那后面的话就是做一个 HTM的Parser 就是跟他讲说你帮我解析这个HTM的原始码 那他会得到一个物件 也许名称我叫SP 那如果假设 我希望呢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呢 把里面的所有的P 特别是有 这个P 这标签 全部都找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SP物件 里面的FindAll方法 有没有 FindAll方法后面呢 你就直接给什么 给一个P的标签名称 OK 所以哦 那如果假设你要全部的话 那你用FindAll 那如果你FindAll的话呢 他得到的会是一个串列 也就是说呢 他会把 哈洛沃的1 放一个斗点 哈洛沃的2 放一个斗点 以此类追 就是会把这三个 分别放到一个 中瓜湖里面 中间都加斗点 那这样的话你说 老师那如果我只要里面的文字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把里面的文字 就点Test OK 也就是说呢 如果他有标签 这些对不对 如果你只要他里面的Content的话 那你只需要在后面再加上一个点Test 这样子就可以把资料给全部读出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你说老师那如果我只要这个 这个 这什么 好的Word1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好的Word1的话 其实有几个方法 我刚刚有讲过嘛 你不要用什么 你不要用那个FindAll 你只要用什么 用Find就可以了 Find的话呢 只会找一次 或者是第一次 也就是那个P它是第一个 那你就可以用Find就好了 所以Find回来的话 它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用Find的话 执行一下 有没有 好了Word1出来 可是你说老师 可是我要 好了Word2怎么办 或好了Word3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跟各位讲 如果你2跟3 你就不能用Find 你只能用FindAll 为什么 因为Find只会找第一个 OK 那如果第二第三个不行 串列起来再抓 对没错 所以如果你要 好Word2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你要用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不是 Printer 是FindAll 对不对 那我就不要抓这个 也不要这个 所以我回圈里面 就不用跑全部 我只要跑什么 跑一个就好了 所以这个Ford回圈就不用了 如果我要好的Word2的话呢 那我就把这个 this i 改成什么 因为 不是 0开始 1 1 OK 有没有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OK 实行一下 有没有 好Word2 那如果好Word3的话呢 就2就好了 OK 那当然你不能大于2这个数字 比如说老师我打一个3 会怎么样 3一定会bug 应该会超过它的range 有没有 他这边一定会bug 有没有index l 因为他意思是所影值超过的 OK 不对了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当然其实跟各位讲 你另外一个方法 你说老师那可是 我如果不抓这个标签是P的话 我可以用body 因为body本身有没有 头跟尾里面不是就是这些东西的吗 那我就把这个body里面的标签 取test 回来的话 那可不可以 OK 当然可以 OK 如果你要123全部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你说老师那我不要用p 我外面看到有一个body 对不对 那我这个也标签 那我可不可以换个方式 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假设 而且是只要fine就好了 因为body只会一个 所以你只用fine就可以了 所以你这边可以改成什么 fine那这边的话把它改成body 有没有body里面的test 那特别注意 点test它会自动把这些标签都拿掉 那拿掉不就等于好弱的123 对也OK 试一下看看 有没有 好弱的123 不过 它好像会多一个换行 有没有 这边好像会我一个换行 尾巴我一个换行 它不像说 如果你用p的话 它是一个分开 那body的话呢 它会上面跟尾巴 会多换行 OK 当然如果不影响的话 那也OK 反正结果也都是对的 也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当然甚至你说 说老师弄HDMI 它也可以啊 所以这边注意 你用标签去抓资料 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OK 很多种方法 反正最后结果对就OK了 所以应该不难吧 我这边只有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fine fine的话是只有一个 或者是第一个 可以用fine 如果是多个的话呢 那就fine 试一下 应该可以懂这个范例吧 那第二个范例的话 等一下我们再 除了说标签之外 其他还有像class 类别 class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假设标签一堆 可是问题是 一个网页都是p p一大堆 你不可能说每东西 那p你怎么知道哪个p 你要算第几个 那很麻烦 所以如果假设它有别的特征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别的特征 去抓到你想要抓的资料 就简单了 OK 试一下